大家好,我叫Franklin,我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经验介绍 这样说吧,在参加这个workshop之前呢,我对我的CV是很没有信心的 为什么?第一,是我觉得我的CV可能我的格式 当HR看到第一眼就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 因为我的格式不符合规范 然后第二点就是,也许我认为我自己很优秀 但是当你写在纸上展示给别人看的时候 也许因为你没有写好 给别人看到的一面是你最平庸的一面 或者是最云云众深的一面 所以说这是我最担心的两点 然后这个workshop呢,就能够很好地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它能够教我如何规范地写CV,然后很好地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规划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突出你的优势 就是在经过合理的培训后的CV和没有任何培训后的CV 就是也许你是同一个人 但是在CV上看,也许你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说如何描述展示你最优秀的一面 我觉得这是这个workshop能够教你的最宝贵的东西 谢谢 刚来学校的时候,想的是下学期再去找工作 没想到学院非常贴心地为我们安排了JobX这个帮助我们找工作的企业 让我们感觉到找工作这件事情刻骨容缓 特别是我们是刚来这边,对这边的企业也不熟悉 然后公司帮助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适合我们 而且相当不错的工作 而且公司为我们提供了CV,Coverletter以及Session 适合你公司的一些的这些项目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定位自己 而且相比我以前自己写的CV的话 感觉更有吸引力,更有机会去获得interview 所以我在这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公司 特别是各位老师对我的指导 Thank you 在这个program 最有用的就是 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 了解到就是Campaign 在recruitment的时候 最需要的 最需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Coverletter和CV 然后能帮助我们最快的 就是抓住我那个HR的眼球 然后是我们得到更多机会来得到这个interview 或者更多或者off的机会 OK OK OK